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工馆除了做科普教育的活动以外 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在这个社会里头 有一群非常想要学习科学 可是没有办法来参与的这些同学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元宵节的前两天 就是办了一个科工平安灯 点灯 传爱的活动 一年整个执行下来 我们觉得成果还不错 一共服务了117所的学校 4192位的同学跟陪伴的老师 所以能够这样做 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社会公益的事情 我就想到华国有一则格言 他说呢 不伴随力量的正义 不伴随力量的正义是没有效的 而不伴随正义的力量是暴内的 你有这一个力量可是你没有正义的话 那个是会拼施 所以想到这个呢 我就特别的要感谢 当我们在推展这个科工平安灯的时候 当初我们真的是只是抱着一个热忱要去做 但是能不能达成 坦白说不知道 因为当初我们定的目标是一百桩 至少一百 有一天呢 我们很谢谢我们联合报 帮我们报导了一篇 报导了一篇 这个郁寒 苏郁寒跟那个如宜 两个一起报导了一个科工平安灯的事情 那报导了以后呢 当天我们接到一位神秘客 来电话 是一位董事长 他跟我的同仁说 你们请问你们现在几桩了 我们的同仁数一数 说细桩 这位神秘客呢 说那其他的部分就我来 这位神秘客呢 就是我们在座的山西圣花的吴董事长 打拨一下好不好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 所以在我们这一个去年十月开始到今年的二月二十二号 延宵节的前一天 我们的士气大震了 所以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这样的一个理念 就是把这一个大家赞助的经费 完全用在经济弱势 培政地区有很多人是住别墅的 是吧 这些不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就是界定在经济弱势 那我们透过校长来把关 我们相信校长的教育良心来把关 那么完全这些会用就给他们作为交通 中午的一个便当 以及两瓶矿泉水 还有在博物馆的活动里头的基本的开销 所以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 所以这个我才了解到说 哇原来我们在地高雄有一家企业是这么的特别 怎么特别呢 在鼓吹这个消费做公益 消费做公益 这样的一个经营的理念 还比所谓企业的社会型企业 在这个我的理解里头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非常的敬佩我们 武董市场的企业的经营的理念 也因为平安灯 所以让我呢 跟科风馆有这个言论 跟我们武董市场变成好朋友 那时间过得真快 又到了新的一年 所以我们在前一两个礼拜呢 就是把整年所执行的结果呢 用很负责任的态度 包括服务的对象 整个经营的开销 我们就寄给 就是今年来赞助平安灯的 这些赞助的贵人 我们每一个都把资料就寄给这些贵人 那前两天 我接到我们武董市场 主动打电话 用那个LINE 打电话给我 就给我提到 这一个今年 这一个问我们科风馆这些事情 有什么需要他来协助的部分 那我想后面这一段呢 就由我们武董市场 亲自来跟各位做分享好了 以今年186万为基准 继续往前努力 盼望社会各界 这一个善心的企业 个人跟好朋友 能够来继续支援我们 那我们希望 以186作为基数 能够以成长50% 作为努力的目标 所以我们今年的目标就定在279盏灯 一盏灯一万块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每一位赞助者 每一位赞助者呢 我们这个在去年度 我们为了要让这个好的行为呢 没有带任何的其他的因素 动机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我在公开的一个感谢仪式 当场我才宣布 我才宣布说 每一盏灯 我们就是有设计了一张感谢卡 那这个感谢卡呢 就是转化成是一个贵宾卡的意思 凭着这一张卡 认卡不认人 整个年度就可以到 科工馆的常设展示厅里头 来享用这些常设展示 所以有的监灯者呢 他除了照顾经济弱势的孩子以外 他又把这一张卡 赠送给一些需要的同学 换句话说 他又照顾了更多的人 其用意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来感谢这些监灯者 就想出这样的方式 想出这样的方式 最后我要拜托 我们在座的好朋友 媒体记者 能够在今年我们所定下的 279的目标里面 盼望借由各位的帮忙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科工馆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帮忙 有这一个心 想要来做这一个公益的 照顾经济弱势的人 有这个机会 好不好 就拜托大家 最后祝福各位 在新的一年 能够永远的平平安安 事业也都能够 非常的顺利发展 也祝各位家庭幸福美满 更探观我们这一个山西顺花 这一个消费做公益这些事情 能够更多的人了解 同时也都能够有所行动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管长 接着我们就有请我们顺花的吴董事长为我们大家致辞 请不吴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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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赞助点灯 帮助弱势协同 来有机会去进入科工馆来做一些商官 这样子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其实也有一种 有某种程度的感动 因为我觉得说公务人员 厌不硬有作为 其实对社会会有很大的影响 好 所以我看到 因为顺发在民国99年开始转型公益型企业 提供消费就是做公益的机制 那我们本来帮助的对象就是国内的弱势儿童 因为我觉得说 没有人可以决定他出生的家庭 没有人可以选择他的父母亲是谁 所以出生在弱势家庭的儿童 他是无辜的 那这样一个在弱势家庭成长的儿童 他未来是成为国家社会的资产或是负担 他未来他对这个社会是感恩还是仇恨 其实基本上在 可以讲说在国小毕业之前就已经定型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特别会重视 对国内弱势儿童的帮助 那所以刚好就是我们公司所帮助的对象 那跟科工馆陈管长他所要帮助的这一些 其实我们要帮助的对象是一样的 那因此我看到零合报的报道我就觉得 看到那份报道我就觉得蛮感动的 所以我就联络 就联系到了馆长 那当然我一联系的时候是跟科工馆 那个协定管的同仁讲到我这样的一个意见 就是刚刚馆长所提到的 那很快的一年这样的 那个就是说在前不久的时间 刚才馆长也有跟讲给大家就是 就是科工馆非常贴心的把整个知情情况 寄到每一份这个建筑的朋友的手帐 那我看的时候我记得说成交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另外上面有提到说 其实还有更多的人需要被帮忙 那我看到那份报道 那后面大概就知道说 那科工馆一年一度的点灯时间又到了 那我就跟馆长联系 就是我问说 那今年馆长的目标大概是如何 那就馆长他有分享就是 希望说今年称占50%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好像不像是公务人员的说法 公务人员怎么会有那么有魄力 我们是不是给馆长一个掌声 那所以我记得说 馆长这样的一个 这种目标的定定实在是当我很感动 那我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 那么愿意为多是多想多思考的 那其实也是为我们下一代再多做一些教育 但某种程度也是为我们国家再培育下一代的竞争力 那所以他这么有企图 那我记得说一定要起立支持 大家说对不对 是不是再给了一个掌声 所以我就决定说 那既然说 馆长所定的目标是成长50% 所以顺发今年的 在点灯这个部分 我们也愿意跟随着馆长的目标 也是成长50% 所以我们去年是 是赞助六四展灯 那我们今年就是 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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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 其实我觉得说 馆长给我一些感动 馆长一直在给我一些感动 那我今天到现场 我又非常感动 因为这样的议题 竟然有那么多 那么多的媒体朋友 那么的关注 对 所以我觉得说 在座每位媒体朋友 有你们这样子 对于社会的这样的一种 在社会公益方面的报导的重视 然后来处理这样的一个 一个参序 我相信说 你们可以在 其实可以想象得出来 各位平常的报导 一定是有很多 在 就是说 你们应该在很多 在找很多的议题 就是说 去能够尽量的 去为社会多报导一些 更善良 激发一些爱心 那我相信说 你们这样的报导 因为我也是有在看报纸 那你们这样的报导 就像说 报导客公馆 那被我造成感动 我相信说 你们在报导其他 也会被我造成另外的感动 那我希望 我相信说 也会造成更多人的感动 那我想 爱的力量 其实就应该要让更多人来参与 那 我觉得说 各位真的都很了不起 那我们是不是 给大家 给自己一个掌声 很高兴 那 大概 就讲到这里 那 不耽搁大家用餐的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谢谢我们市长 今天要是留步 那接下来 我们有一个很温馨的一个 那个 我们留个历史的一个纪念 这个轨迹 我们一直留在我们科工馆 我们希望这种感动的力量 能让科工馆的点灯传爱继续的花光 花热 这个焦点是我们今天最高潮的焦点 谢谢 那我们正面 正面 正面 好吗 这个酒再写 给他写清楚 这个 看他的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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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拿过去 這次我們共同傳愛 我們共同在為我們經濟弱勢的學生 撲下我們103年的聚集參觀者 來看右邊 聽話過來說 說他那裡不好停車 他們過來 你看看 光這樣就讓我覺得說 一個董事長 這樣的貼心 來的時候 吳董事長就送我一本書 就是《溫水裡的青蛙》 這本書裡頭有一段話 我借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希望不影響你們的用餐 他說 陳館長 信祥兄 科學是引領人類探索新知 滾動社會 邁向下一個環融的巨輪 讓低收入戶協同 排除費用問題 亦能進入科工館接受科學啟蒙 是高雄的驕傲 謹以鼓吹經濟民主 化解貧富不經之書 溫水裡的青蛙 作為感謝之禮 那這一段文字呢 一直 就是 讓我 這一個 在推動業務上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所以我也特別 請同仁呢 把這一段話 這一個 運了一下 等一下 我想他們 應該會 在資料袋裡面 那就請各位記者朋友 來做參考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在去年 年終之前 那我從 透過媒體看到 有關於科工館 希望說呢 能夠有社會人士 發揮愛心 然後呢 能夠贊助點燈的活動 那這個點燈的活動呢 就是把收入 用來幫助一些弱勢的血統 讓他們 可以這個 進入科工館 然後呢 去參與一些科學的薪資 那我想 文明的發展 是需要科技來帶動 那所以呢 小朋友 他有沒有接受到科學 能不能跟著上時代 然後呢 為時代做出貢獻 這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我是覺得說 非常有意義 那另外 我覺得說 沒有人可以決定 他的父母親是誰 所以出生在弱勢家庭的兒童 他是無辜的 那假如說 我們可以對這些弱勢的血統呢 給他一些愛 一些關懷 那一方面呢 可以幫助他 再去增加一些接觸 然後獲得一些知識跟能力 讓他可能比較有一些脫貧的機會 那另外呢 也讓他知道說 社會是有愛心的 讓他懂得說 對社會可以感恩 好 那這樣還不會說 他 他 當一個人 他對的社會是一種感恩的心 我想他一定是 對社會可以 可以有一定的貢獻 好 那所以我覺得這非常有意義 那我就 就 在當下 那我了解說 科工館 他的點燈活動 贊助大概是 贊助的情況是如何 當初的目標 是 要贊助大概是 100盞燈左右 那我了解說 已經有贊助了40盞燈 那我就提到說 那是不是 剩下的 如果說 別人還希望贊助 那還是給他機會 那贊助剩下 就由順發全部來贊助 好 那 那 那我 我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 覺得說 當我有這個能力 那我盡量為社會付出 好 那另外我希望 其實我相信說 社會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企業經營者 他願意為這個社會再付出 那只是我希望說 這樣子的付出 能夠 在 在一些更有效的行動上面 去產生作用 而且呢 我希望 我們應該要去改變一個觀念 就是 有些人他會覺得說 行善就是 那不要 不要太高調 但是在我理念呢 我記得說 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 不在於你付出多少 只在社會 以你而獲得多少 那所以這不管說 對家庭 對事業 對行善 對公益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希望說 大家能夠發揮影響力 然後呢 你行善 然後呢 你再把你的行善 告訴大家 把這個善的理念也傳播出去 把愛也傳播出去 那我希望說 有更多的 呃 的 的企業能夠 一起來 來分享這個愛 一起來為這個社會奉獻 好 謝謝 謝謝 是 在順發 因為順發的做法 在跟在社會上 我想我們在於 對於社會的形象回顧 我們算走著比較前面 順發在民國99年 就轉型成公益險企業 所以公益險企業就是 我們提供消費就是做公益的機制 而且呢 我們保證 買貴退差價 就讓消費者不用多花一毛錢 就可以做公益 那我們是兼出經驗百分之二十 那所以呢 換句話說 在順發的每一筆消費 每一次的消費 都是在做公益 所以我們公社的同仁 他們很清楚說 他們在工作就是在做公益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在門市在跟顧客的應對 我們就會以感恩的心 那我們在內部的分享裡面 那有一些同仁他分享說 他把入門的顧客 把他看作是活菩薩 所以他接著說 在這整個過程中 他非常的感恩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而且也讓我們的消費者知道說 他消費就是在做公益 那所以呢 也就是說讓消費者 他在這個同時在買到自己的 喜歡買的東西之外呢 那他也能夠為社會盡一份力 那這樣子其實也受到 蠻多顧客的肯定 我希望說我們這樣一個 愛的理念 能夠散播出去 那我也很希望說 媒體朋友盡量把這種 好的愛的社會 光明的這一面 盡量的散播出去 其實我是覺得說 這個社會就像一面鏡子 當我們去看社會的醜陋面 那你從鏡子反射到 你就是看到很多的醜陋 但是如果說我們去看光明面 我們去發揮愛心 這個反射回來的就是愛心 就是微笑 謝謝 我想我分享一下 有很多有一些 我想我在過去這幾年 也是受過一些媒體的採訪 那其中有一些媒體都會問說 企業家不是就是努力在賺錢嗎 那都是以拚財富為主要目的 那好像這個吳董事長 你不太像是在拚財富 那你要追求的 為什麼你的追求跟別人不一樣 那我是這樣子講 財富是 財富 追求財富不是最終目的 我們拿財富是要來交換某些東西 那在探討最終目的呢 我喜歡這樣子探討就是 生命終止的那一刻 其實我們什麼都帶不走 我們只能談我們留下什麼 好 所以我在想事情也是這樣子想 我認為說 我在想說生命終止的那一刻 我要留下什麼 然後呢 我在看在社會的整個 特別就是說 科技的發展 固然帶來社會的更 更繁榮 生活的更享受 跟工作的更便利 但它另外一方面呢 卻也帶來一些傷害 那個傷害就是說 有一些人 他的工作不見了 因為被自動化所取代了 好 那這些人呢 他變成說是文明發展的受害者 那文明的發展不應該是造成一些傷害 那我想各位都很熟悉有一句話 就是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情理是生活 那當然這個是先總統 蔣中正先生 他以一個大國總統的高度來講說 增進人類情理是生活 那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思考說 我們生活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每一個人的生活目的都應該是在增進生活 至少是增進自己的生活 那再擴大增進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一些最親密的一些夥伴的生活 好 所以呢 財富其實它要來交換的是交換出幸福 好 我們要留下的是留下子孫的幸福 好 所以呢 我在這上面我是覺得說 如何讓這個社會未來更好 如何讓我們的子孫不要再留子孫 不要去造成一個污染的環境 然後呢讓子孫沒有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這些都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所以我是認為說 我們要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夠發揮自己最純真的那一顆愛心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愛心 都有善的那一面 我們那個善的那一面 發揮出來 然後呢 我們去創造更 這個 永續的環境 然後呢 我們 不要 我們去能夠讓這個生態能夠 能夠延續下去 然後 能夠讓子孫有更好的未來 我希望說 這大家一起來努力 好 謝謝